單親媽韋如抵押房買未上市股票 招騙2188萬 善善惹人愛 善善惹人愛 欸欸欸 藝人韋如應該是傻傻惹人愛才對 怎麼會這麼簡單就抵押自己的房子 被騙了2188萬喔 這是玻璃屋嗎 她與張剛維未婚生下一子 最後情變分手受訪時 曾說過孩子的爸每月給15萬生活費 她也努力工作賺錢要給小孩完整的生活 但維如媽媽可能太心急被騙了 前年有人陳品楊說 可低價幫她買未上市股票 她認為有利可圖 透過父親公司賬戶 貨款518萬元 之後陳品楊又慫恿她拿自己的房子的抑押 然後以投資股票為由挪用房貸1084萬元 你以為就這樣嗎 錯 陳品楊又承認是民間借貸業者 出資解人6天就可獲利6萬 於是維如又匯了557萬保安 可以這樣騙的又騙嗎 維如起初每月都有收到放款 賺的利息 但見陳品楊推薦的股票迟迟未上市 去年之後更必不見面 維如才發現被騙了提告 市林地檢署31日一炸期起訴成男 東新聞綜合報導 我請大家看看 我請關門 你呢 我請你 打不見 我請你 我請你 我請你